一席寶藍色长洋装 脸上堆满笑容 韩团少女时代成员润儿 首次演员身份举办个人粉丝见面会 不仅献唱情歌《简单爱》 跟全程用中文对答展现诚意 只是整场活动状况百出 还爆出假造签名争议 有粉丝在PTT讨论区 贴出抽到的签名海报 发现和官网的签名笔记有极大差异 润儿的英文名字YONA 竟然变成YONA 少了一个O字 只依购票福利 润儿亲笔签名海报 并非出自本人之手 主办单位疑似造假 有未造文书之嫌 主办单位菲拉铁菲在脸书粉丝团声明 事前有将100张提供抽奖的海报交给韩方 约一个半小时签回来 紧接着就送去兑换处 如果海报签名试假 一定会向韩方采取法律行动 若是亲签 也请粉丝误再传递错误讯息